哈啰 大家好 我是一芬生何老师 如果朋友问我玻璃化这个课怎么上 那我大概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呢 我买的这个材料是 这个 这一块 有些基本的颜色啦 我发现用的时候是大孩子 他们可以涂得很准硬 但是小夜的孩子呢 他会有一个涂色不均匀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大孩子可以用液体的玻璃颜料 小夜的孩子呢就直接用 明西马克比较表现了 因为在上次期中我给他们先准备一个 裁好的这个相当于玻璃大小的一个白纸 今天我们想到他们在上面设计 可以换一些圣诞主题的 或者是其他的自己喜欢的 相关的主题都可以 因为我的这个课堂是 比较开放式的那种课堂 比较追踪过程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要买材料 这个东西挺容易坏的 像我运过来的过程当中 有坏了大概好几个 那这个部分是没有尾巴去 去再去索赔的 因为还没过来的 另外像这种实物的框 你知道澳洲是要经过薰针的 所以其实成本挺高的 但是我的收费真的很实惠 还是按正常的 课室的价格去跟 然后大家没有去 多收钱或者什么低 35块钱一堂克包含所有的材料 那孩子们有一个体验去了解一下 他们可能平时没有用过的材料 同时也比较有意识的 在新年的时候 拿到这么一个东西带回去 这一款逆体勾线笔我也买了 但不大适合8岁以下的小孩子用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用自己的小手把它捏出来 建议他们使用丙系马克笔 画出来也是非常漂亮的 好啦今天是这样 拜拜